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不对啊 对不对 你为什么去找一个漂亮的感觉 你会有很多麻烦出来的 台长看到很多东西我都不敢讲啊 明白了吗 你管他很累啊 明白了吗 而且他脑筋可会动 是的 人也在讲话 讲话厉害 做人也厉害 所以呢 就老老实实了 就算了 现在呢 他主要问题有两个 一个是肾脏 就是腰很好 对对对 他站起来不能直着 看见吗 他站起来不能直着 这是你的先生 第二个问题 你先生晚年有潜力线 现在小便都不大 明白吗 明白 还有 你先生 人个子不是太大 对 对的 对的 人个子不大 皮肤 皮肤满白的 我告诉你啊 他心脏 对 没办法 没什么大问题 你先生能赚一点钱 能养活家里 对你还算不错 外面呢 稍微 有一些人喜欢他 但是呢 他也不是在喜欢人家 就是偶然的喜欢人家 那么你呢 心胸放得宽大一点 等到他慢慢的 身上不好的时候 他也没有办法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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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不碰他练经 他的肾脏会越来越衰退 默巴巴 他自己的 他有没有女性 要练多少次 他几年属什么 你再讲一遍 1972年属老鼠 72年属老鼠是吧 对的 哦 他的妈妈 有钓过孩子 是他的哥哥 他的弟弟 经常在他身上 所以你的先生 非常喜欢 发无名火 啊对 你突然直接发不起 对 明白了吧 说他的腰折的问题 要讲 想来讲 你每天给他念 简节奏念四十九天 每天给他念 心经念七天 好不好 他自己有念经 啊 非常好 叫他念下去 明白吗 你什么都不要做 你就让他学佛 要他念经 他慢慢的会越来越好了 好 好不好 是他的 有没有女性 他的那个腰折 就是 我说的 他慢慢的一个孩子 在他身上 给他念二十七张小黄课 好吧 给他妈妈 要快的 要进去 给他自己的 因为这孩子 在他身上 就是他自己的 明白吗 明白 好吧 他事业 没人帮忙 他生意就好 没人帮忙 事业就不好 听得懂吗 嗯 我现在告诉你 你叫他 人稍微谦虚一点 好吗 他就是 有时候 太牛了 脾气不是这样 对 觉得自己好像 学力比较高了 嗯 谢谢你 如果再帮我看一下 你叫我叫你一个佛台 你叫一个佛台还可以 慢量了 你家的佛台是靠着窗户边上 对不对啊 对 谢谢台长 谢谢